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自立修行 生死关头最难得力 我们修行平常很难分出高下 但临命中的时候 这个高下就非常清楚 因为 临命中你不可能作假 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内心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叫做明立心 你可能前段时间病得很严重 完全在昏昧状态 你到临终的时候 一定会醒过来 我们讲回光返照 头脑非常清楚 比以前还清楚 这个时候 你一生当中所做的善恶业 全部现前 就像看电影一样 你说 哎 小时候做的事情 我都忘掉了 在临终的时候 会全部现前 这个时候 在维时学上叫做 乱心味 极度的散乱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一生当中 无论经历过多少次散乱的事情 都比不上临命中的时候 哪有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 把一生的事情都看到 所以 在明立心的时候 刚好是看到一个人修行的最重要的关键 你要求生净土 也就在这个时候 提起佛号 感应道交 这个时候叫乱心味 极度的散乱 第二个叫昏昧心 如果你明立心没有用功 那你就没有机会了 第二个就是 心识开始昏昧了 就像蜡烛开始慢慢熄灭了 明了性慢慢消失 到第三个 闷诀 就完全进入死亡状态 闷诀再下一刹那 就是中阴身就死亡了 所以 你在临终的时候 极度散乱的时候 你的修行功夫很难得力 怎么说呢 无论是 完修狂晦 魔力无功 平常忘修瞎恋 或者是有解无形 这种人 当然平常就是含糊笼统的 平常也没有栽培正念 临终的时候 妄想升起 只好是心随妄转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 对峙妄想 即使是 雾门深远 操虑浅缺之人 汤芬豪习气未除 未免随强偏坠 即使你平常的 止观力很强 持戒的功德也很殊胜 但是只要你 阿赖耶石当中的 烦恼习气种子没有除 临终的时候 你难免是要随夜流转 夜里不可思议 临终的时候叫做 腊月三十算种账 就是说 算账不是算今生的 他无量节的夜都开始算账啊 而你今生的止观 今生的持戒 不失 是今生才做的 所以说 你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的夜 没有达到夜尽晴空 你就难免随夜流转 所以特别要注意 临命中时候的愿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的思想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 是不是还能念佛 念法 念僧 那是非常的重要 那叫最后关头 也是我们一生总结时候 算个总账吧 在算总账的时候 夜多了 账到你 静行起不来 念佛没有了 咱们不说咱们 我执很重 空见还没有的 就像木剑连尊者那样的 到了外道打他的时候 他要舍身命 没舍身命之前 打他那时候 神通都陷不起来了 如果是他舍身命时候 他已经成到了 他也能够忍受 如果我们临终时 遇到那个环境 对打你的人 你起称恨心 不起称恨心呢 你能够认为 他是来帮助你 成就道业的吗 你是在灵命中前 108分钟时 受到迫害 如果你心里想 他是帮助我 消灭罪业 我过去素业都消了 我这回就能得到 往生了 那时候 你是要念佛号的话 一定能升到 极乐世界去 恐怕就是到那个时候 力量没有了 我们一切要犯罪的时候 或者要犯戒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三宝的意念 还现前不 如果现前的话 你那罪不会犯的 也不会造的 那说明你过去的 也能消 常修凡行 为了临终一念 常念阿弥陀佛 为了最后一遭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个时候 就是检验功夫的时候 到你危难痛苦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 如果我们佛教徒 真是佛弟子 如果医生说你是癌症了 宣布你死刑了 你听到这个 你可以拼命地修了 这是你的好机会 这个病在佛教徒身上 不是很好吗 他可以拼命地修了 到最后的关头 他就走了 清静地走了 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子 到时候抱怨 又想治疗 又想好 越来越糟 所以正如 参梦老和尚所说的 你平常的功力 如果不是坚定的 到临终的时候 你的冤亲在主 就会找你算账 你想要战胜他们 你念佛的力量 必须把他们消灭 你才走得了 不然他们把你拉住 为什么要你一心不乱呢 一心不乱就是业障降福了 那个现象没有了 你才去得了 不管你还有什么业 其他的业 你能够带去 这样的地带业 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欠的债猛力 远亲在主找你的猛力 你念佛的功德抵不住它 你就生不了极乐世界 念佛一法 你所有的修行 到你临命中的时候 就是凭本事了 我们说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修了几十年的功夫 就在那一念间 你要能做得了主 做不了主不行 那是你功夫还不够 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地修行 经常关照我们的心呢 把你的清净心显现出来了 那时候你走了 就是轻轻静静地走了 临终前才修佛是无用的 我们要知道 虽然念佛法门是一行道 是每一个凡夫都能修成的 但是要知道 如果你求极乐世界的心 连吃一根冰淇淋的意乐 都比不上 那也根本不可能往生 因为如果你吃一顿美食 都是那么发自内心 那么的真诚实意 但是对极乐世界的心 却是那么的轻 那么的弱 显然轮回染力的力量 已经远远胜过了 往生敬业的强度 如果你能够兴致勃勃地 花上几个小时去逛街 买衣服 却从来没有为临终做过准备 显然临终时现前 往生助援的希望非常渺茫 这一切都是没有出离心导致的 所以说到底 念佛法门再容易 是仰仗他力的一行道 也不可能无条件往生 你必须努力培养出离心 才会有真正的信愿 临终时才会把握随敬业的力量 成功往生到极乐世界 如果一个人 他对过去的业都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的意思 从维持的角度就是随顺他 你说 我没有对峙他 我也没有随顺他 你没有对峙他 你就是承认他 就是随顺他 维持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你今天没有忏悔 没有对峙 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他就会在你心中不断地酝酿 因为已经形成一种势力了 你平常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临终的时候 你就知道怕了 业力的可怕 往往到了腊月三十 才跟你算账 所以临命中腊月三十 算总账的时候 不败颤的人会觉得来不及了 我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要忽略你的过去 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如果你今生是一张白纸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只要一佛念佛就好了 因为你本来是一张白纸 关键是 我们在轮回当中 打滚了这么久 积累很多的业力 你不处理它 它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第八十的可怕 是它平常不表现出来 因为它没有成熟 它表现干嘛呢 它临终才表现出来 等你知道可怕的时候 对不起来不及了 你已经陷入业力的风暴了 你怎么提起佛号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先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必须在临终的时候 就把阿赖耶识的业处理干净了 让它沉淀下来 否则你的生命 就是被业力所控制的人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